台灣人出國丟臉 排隊習慣讓老萬暴怒 在美國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排隊靠很近 還是不要碰到人有這麼難嗎 我記得我後面有兩個阿易嘛 接著我的背 連他們的呼吸聲都聽得到 中間冷的是排隊的那個方式就是 剛剛好就是拿一隻手機的去 最遠的應該就芬蘭吧 他們中間好像可以停一輛車子 真的 不要忘記今天晚上11點 東森綜合的三十二頻道 二分之一強 腹部蛍 4 8 9